根據機關署統計 從1月20號到26號期間 對流感重症人次打10萬1809人 比起上一週上升7.1% 主要以A型流感H1N1為主 甚至新增6例流感相關死亡病例 其中包含12歲女童 因流感引起腦炎 成為第三例死亡病例 機關署表示需要提高警覺 那我們這一季流感的 A型H1N1事實上是比較容易侵犯腦部 特別在小朋友引起這個嚴重的腦炎 那如果一旦引起這個嚴重腦炎的話 往往就會有這種意識昏迷 然後有全身抽搐 甚至有隨便大吼大叫 這些前驅的症狀 那這種情形要趕快送醫 副署長羅一鈞指出 H1N1A型流感要特別當心 已造成349位流感并發重症病例 為5年同期新高 隨著春節到來 流感將進入高峰期 機關署預告從處續到處 急診類流感救診人數 降達2萬8到3萬9人次 為了避免在春節期間造成急診永舍 建議民眾如果不是出現嚴重感冒症狀 可以先前往鄰近醫院所救診 一般上我們因為春節的期間 我們預估流感會到這個高峰期 所以我們比較希望說 這個病人能夠達到分流的效果 也就是說嚴重的病人 那我們比較希望說這類型的病人 應該要到大型醫院設備比較齊全的這些院所 來處理會比較安全 那在春節期間事實上 各地都有加開這個類流感門診 總共1600多個診次 那許多的地區醫院也都有在春節期間開診 希望能夠疏解大醫院急診的一個人潮 為了提供民眾在春節期間流感救醫需求 從2月2號到2月10號 全國22縣市會有154家醫療機構 開設類流感門診共1685診次 機關書也指出目前還有8.9萬劑公費流感疫苗 每天3000到5000使用量 但50歲以上到65歲高風險長者 接種率不到兩成 建議民眾可以趁著春節前來接種 為了考慮開放給更多年齡層使用 另外由於上週發生醫院群軍感染事件 機關書表示 新階段已針對203家進行查核 並且限制在2月1號完成改善 原始新聞胡遜已故台北市採訪報導